中国的一身肌肉 迷倒了不少女生 通常能跟他逼一逼肌肉的 恐怕就只有 为电影剪掉了15公斤的杜文泽了 虽然阿泽现在拥有了健美的body 可是却让不少导演有所威严 自己都没有瘦过头 就是有一些导演就开始 有一些负评 就比如说王金导演啊 楼伟诚导演啊 都觉得我太瘦 就觉得 没有喜感他们说 就因为我是喜剧演员 就不应该太瘦 可是 怎么说 刘伟诚自己减肥也减得很厉害啊 他也比之前瘦很多 比如说王金导演 他自己也很胖啊 一直没减肥啊 那所以 如果我觉得公平一点 应该刘伟诚 增肥一点 王金减肥一点 我们才开始谈吧 就因为 差不多半年每天做运动 而且保持一个很好的饮食的控制 到现在 到现在那个新陈代谢呢 都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的家庭医生也说 如果现在要变胖 也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就 也不是自己刻意去减肥 就是他 既然的保持这样 既然阿泽飞不回来 那要不要考虑转型呢 同样要转型的还有蔡卓妍呢 可是总是眼乖乖女角色的阿萨 将会参演黑帮电影 更跟影帝黄秋生有感情戏哦 我之前在北京看到她 然后她就一直看着我的脸 然后她看很久 然后说 我看着你我怎么入戏呢 因为她一直觉得我是那种很 很可爱的那种女生 可能她的 我不是她的那被查 然后我又跟她说 所以就靠你演技咯 那很久之前 阿Q和秋生哥拍戏被她骂过 有吗 然后她之前很久之前做过问 哦 是啊 但姐姐恶不恶 我跟秋生哥拍戏 其实之前也有跟秋生哥拍过戏 千计变啊 还有戏王之王啊 那些都有跟她拍过 压力是有一点的 但还好 我相信 应该OK的 应该不会被骂吧